不要不要偷我的零食 原来是梦 我还以为辛苦见到仓库被偷光了 幸好只是徐坚异常 出来看看农夫和守卫都已经在岗位上工作了 我也去日常寻查一下营利的安全 奇怪 仓库里怎么有声音 妈 还真的信小偷了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可是江湖道道 你以为把好吃的锁仓库里我们就拿不到了吗 嘿嘿 真香 我让你偷有多东西 我打你个死猪头 下次再赶来非得揍得你找不着爹妈 我辛苦存得真让全给吃光了 可是仓库守卫这么严实 小偷到底从哪儿进来的呀 嘿嘿 我们江湖道道最难守就是遁地大法 当然是钻地洞进去的 没想到吧 哦 然而你们擅长蹲狗洞 真是没想到 你你你 知道遁地大法确实疏忽了 看样子要不要把仓库建到空中去 得 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在原仓库旁边带四层高的楼梯 悬空布一个平台 在冰上重新版上储物柜 姐姐 这么多箱子裸露着 傻子才不来偷 就算不能钻地也不好有梯子走 说的对 这叫生动机械 就让他们来透 我只要加以防范就行了 在唯一通道上装两个推广机械臂 把楼梯换成玻璃桥 等怪物经过出发开关 就会掉进空里 在机械臂下方装两个电灯增幅器 方向要朝外边 前面风吐快 上面插上茫茫糖给机械臂充能 接种电灯线把两面增幅器吹离到顶端 最后装上生物改压板 电路就完成了 来到正下方挖一个升空 倒满银浆 想想的滋滋的烤肉声 脚下全连炸都不剩 一定要江湖大道后过走上这条道 看着天气晴晚 大人能出去兜兜风 系好安全带出发 我没有安全带 小女儿你倒正没有要 放心吧 我开车十拿九吻 我一点都不放心 快放我下来 他玩了一会儿天气黑漫漫了 站住 我们又来打劫了 江湖大道 你们俩都是挺准时呀 太阳都没下班 你们就上班了 这话说的 不上班哪能养活自己啊 那就好来查查我的陷阱 不慌 我都打探过了 你这陷阱 只要走旁边绕开就行了 啊 这不空虚 我太难了 大哥你好像踩到开关了 我先走一步了 二弟二弟 我一定给你报仇 烧零食给你 可我还想烧零食 我就不信支不了你 雕城小记 来多少次都不管用 你看我走左边 拐个弯再走右边 嘿嘿嘿 不要放了呀 要不你先回去歇着 等我改良好再来 看你没辙了 我又去喊了俩哥们来 这次退也要把你们推下去 来呀来呀 你选带小怪 你跟坑货踩到机关了 失算呀 我现在我在买 我来干什么的 放心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给我下去吧 有人太狡猾了 这个陷阱好像不太成功 伙伴们有什么办法改良吗